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用这三者配合 说能变得一个数字 对不对 咱们前边两个函数已经说完了 外偶循环又是前面讲过的 那这一节课的内容 咱们就是要这三个怎么配合起来 对吧 那首先咱们来 让外偶循环和H去配合 好吧 外偶循环又是配合 那怎么配合呢 外偶循环 这个括号里边写的是什么 就外偶循环写的 对 是不是就是一个布尔形的表达 是啊 那如果我们这么写 你看一下 我把上节课咱们这个数据拿过来 还记得那数据吧 里边就有简单的几个元素而已 看到了吧 现在我想怎么处理呢 这里边如果条件是假 它就不循环了 是不是意思 那想象一下 我如果这里边使用 ACHH Dollar for ARR 反回来的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就随便起一个临时的变量 TMP 看一下 我这么写值 这个循环是死循环 还是什么循环呢 他没有了法国的假 对 妹子说的很对 这个H H还是E 这个E 它是分别会处理当前的元素 处理一次往后走一次 对不对 当获取完三次之后 获取第四次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假值 一个假值循环 是不是就不循环了 而在前三个不是假值的时候 是不是有四个元素 咱前面分析过 如果数组不为空的话 是不是就是针 可以转入本身针 那这个循环会循环几次 对 所以这个循环是个条件循环 对吧 也就是意味着 数组里边有几个元素 我们这个循环就循环几次 对吧 比如说我有个第四个元素 我这会儿来个FOR 对吧 它就会循环四次 对吧 那如果按前面分析这个H 看到了吗 变量 不给临时变量 这临时变量里边 每次打A TMP 里边是不是都有四个元素 对吧 换行 是不是都有四个元素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四个元素 如果再加一个就是几个元素 五非元素 比如说我这块加FOR VE 对吧 是不是做一个 循环H是不是就配合上了 那我现在想输出每一个的界和值 现在我就可以变定数组了 怎么办呢 你看 IQ 不用够一声 但是用这个变力呢 对吧 里边是不是一个数组 那我想获取下标的话 $AR 中号 这里边可不可以写 下标是不是有两个值的代表 K能的代表下标 可以吧 然后对应的值 $AR 什么 V流是不是对应值 不是AR 这边是谁 写错了 TMP 对吧 TMP 看一下 因为TMP每次反围是不是就四个元素 有这个代表下标代表值吧 如果你喜欢处理关联数 那我用这就可以获取关联数 不合值了 对吧 如果你不喜欢关联数 你喜欢使用所有的数 那么这里边固定 什么 下标为0 这个下标为1 你看是不是都可以获取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数变列出了1123 下标和值是全变列出来了 有没有点像 FullH那种表 感觉什么数组都能变定 下标和值都会获取到 而且我很灵活 用索引数字的方式 关联数字是不是都可以过去下标 但这种结构 已经可以变列数字了 但是想象一下 有什么数字 是不是我在打印数据的时候 还是用到的数字这种结构 我能不能叫数字结构这种 干嘛 转成变量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介入于list 对不对 那list 看完了吗 list的前方刚说过有几点呢 它的右边是一个数字 对吧 现在each反规的是不是数字 是符合条件吧 反规的是数字对吧 each反规数字 然后你看那几条也蛮多 有几个参数就介入了 它是不是四个数字有四个 然后再往下看 只能接受索引数字 each反规了是不是两个索引两个关联 对不对 那只能接受索引的玻璃是不要了 而且是从零开始的 那我如果在第一次的新两个变量 他接受两个变量 第一个接收索引数组的什么 零的变量 第一个接收这个数组里边 这数组反为四个 这个接受零的变量 是不是接受一的变量 零的变量是不是永远是键 一的变量是不是永远是直 对吧 那能不能将键和直给我们转成什么 转成变量 h 输出 达了谱 k y 你看我操作是数字吗 不是吧 是不是就变量了 v6就是这么配合的 看到了吗 我们来输出一下 是不是同样的结果 这就是list each的一个配合 听到吧 嗯 那现在如果我不想 我就想要直不要键呢 还记着他前面说过的 这可不可以省略 可以 可以省略 对吧 那我这块去掉 是不是就只接受手织了 也就是4H能做到的 是不是这个都能做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一个弊端的特别之地 什么弊端呢 咱说 4H什么数度能变力 对不对 你能连一变力 这个咱们说h有一个特点吗 指针到结尾了 就反过假了 那我再循环一次 或者再循环一次 可以不 对不对 就不可以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他已经将数度是不到结尾了 每次这用防御价 这防御价 下边两个循环就根本都没执行 所以还是一个结果 所以把指针 让你们签来 对 妹子有这种感觉 说指针能移回去 对不对 那怎么移呢 那就是咱们下节课的内容 好吧 那我这块可以简单给你一下 V S 只要放那个数处 就能将数字的指针移回去 知道吗 那我们先移动一下 是不是两次 那我再这个再移回去 reside 从设指针嘛 对不对 其实下边是个内容 先说一下 这不就可以了 把数字的指针 咱们给移动回去了 这就是第三点的配合 那咱们总结一下 它的优缺点 它的使用形式上没符 它的功能跟波语是一样 否则能做到它是能够做到 获取下标 获取值 所以数字关联数字 所以数字下标不连续的 都可以便利 对不对 有点绕嘴 对不对 但是它使用肯定会有什么 非是容易 对吧 但是它在这个场合上 使用起来不容易 但是将来变成数据库的时候 还是有用处的 咱就不演示了 这样的话 大家因为没接触数据库 怕不太懂 好吧 那我们用这个 既然知道这种结构了 那我们能不能把前面的便利 你表格的方式使用这个去便利 你看我们前边 在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 前面咱们记者课中用过的一个程序 用poage便利的 现在我把它改成 咱们现在的这个循环便利 这是poage便利 好好的 那我现在就可以改成谁 外国循环 里边用list 接受一个谁 k作为下标 到了国 rw是行 一行数据 对不对 你按下边的变量 等于each 里边放谁 grop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判断行是不是数据 里边这块 再判断 再执行谁 你看 外套循环 遍地谁 大块 这里边用list 我只接受谁 只要一个列作为值 对吧 大家如果忘记 再回去看一下这个例子 对不对 我只上下文 一个结合 一些 再把这一行的速度再一转换 你看 我就把forge改成list 对吧 原来的forge结构 我给你写账 forge 是这样的 doll for g r o p 作为doll for rw 一行 这是原来的结构 对吧 这块的原来结构 这块 咱们还有一张过去 贴 这样的吧 那这个原来的结构是什么呢 forge 里边 doll for 一行 作为doll for c r 这是原来的forge结构 对吧 我心里我要改写的 我们看一下结果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跟咱forge 变成一样的 效率上跟forge都差不多了 这种吧 不要纠结这个效率上 但是使用复杂性上可能是高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件 这里面介绍了age和list的一些使用 对不对 咱在诸诗上说明了 这是咱们一个h的一个应用 看到了吗 和list的一些应用 这是咱们组合后便利一个数据的一个组合应用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那到这为止呢 咱们常用的便利数据三种方法 基本上都有 但是三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哪种啊 第二种 对吧 forge 对啊 forge forge 便利数据的方式是比较常用的 对吧 但是for循环和while least的这种循环结构呢 也是能见到的 但是大家把重点放在forge 对吧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你能把你在项目里面遇到速度 用到便利 你有招把它便利出来 就达到你的目标了 对吧 其实使用哪个的话 可以看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 这都不要说记得有什么东西啊 必须用这个循环 明天说 听懂吗 没有什么东西必须用什么的 都看自己的爱好 当然了 爱好也得对比一些有缺点 对不对 哪个更好一些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